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永春 你还要见我干嘛 你不是说咱俩各走各的 从此不再见面的吗 有什么话 快说 我没空 我只想问你 潜入少林寺杀人的 是不是你 你以为是我干的 少林寺所有的人 都怀疑是你干的 我欠礼条条来这边 就是找你们的麻烦 用你们的厨房 就是我放的火 跟你们起了冲突 就说是我杀了人 事情也太作巧了 你白天才跟师兄弟发生误会 当然就有人被杀 难怪人家会怀疑你 洪西官 别人怀疑我不打紧 连你都怀疑我 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 我可没有做过半年对不起你的事情 更何况 我怎么会做那些违背良心伤天害你的事呢 要是你真以为我是杀人凶手的话 好 你把我杀了 好回去跟你那些牛和尚交代 永春 你听我说 我现在不管是什么人做的 但是为了避免嫌疑 你还是尽快离开这吧 一句话 你就是要我走 是 我是要你走 因为你走了之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 也不会怪在你头上 你这是宝恩赋予的借口 这不是借口 这是最好的选择 你还是回杭州吧 哇 真的好漂亮啊 师姐 你喜欢吗 下次我也帮你做一套新衣服 真的啊 嗯 哇 好耶 媳妇做新衣服送给我 太好了 师姐 你说什么 啊 没没没什么 我只是说呢 一会儿啊 永春看到你的针线环那么好 她就会嚷着跟你学 那将来呢 她就做一个衣服送给西冠春了 嗯 师姐 嗯 你说颜姑娘回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当然是给西冠两个人开开心心的 手拉着手回来了 嗯 小红习惯 永春 颜姑娘 怎么了 啊 来 别哭别哭 来 进来进来再说 颜姑娘 你不要哭了吗 你不要哭了吗 颜姑娘 岂有此理啊 这个红习惯 我告诉你啊 就算她回头来找你啊 你不要理她了 妹子 你真可怜啊 一片痴心 错付了一个呆子 哇 如果是我的老公啊 不如自尽算了 师姐 干什么啊 颜姑娘 你不要哭了 以我看 红大哥是不希望你留在这里受委屈 也不希望你背上杀人凶手的罪名 所以才会狠心叫你走 说到底 他也是为你好啊 为我好 嗯 他说了对 这样都得怪那个杀人凶手 让大家这么样冤枉你 凶手 我一定要把你抓出来 千刀万挂 还我清白 永春 你要去哪里啊 不要去找凶手了 我们大家跟施宇好好商量一下 是啊 想不到平静的少林寺 来了个神秘的凶徒 哎 你们说 那个人是不是颜永春呢 嘿 不得妄语 打起精神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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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 啊 杀贱少林 臭和尚 死了 身子还暖着呢 凶徒应该没走多远 师弟 你快通知方丈跟师父 我们去追 好 走 走 好 来 你来 轻撰的 您 你能不能那摆 清醒 我 想就能看到了 你们干什么 颜永春 果然是你 你说什么 你刚在寺里成兄 幸好我们及时发现 还能在这里把你截住 我什么也没做过 半夜三更的 你在我们少林后山干什么 我 把他给我拿下 住手 听我说嘛 追 站那儿 怎么样 找到没有 是你师兄去追了 原来真的是尹永春 走 去看看 不会的 一定不是永春 我们去看看 大臣 是云我们关 你全都不干什么 我在后山乖乖乖乖的 谁相信你 颖姑娘 永春 果然是学武的好材料 尹姑娘 你怎么样 尹姑娘 你怎么样 你们这些臭和尚 非望我尹尹兴兴于不仁不义 我今天跟你们拼了 尹 尹 住手 拖兴兴官 尹 尹 尹姑娘 把尹永春拿下 住手 正能师叔 请问尹永春犯了什么罪 他今天又杀了个少林弟子 胡叔 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说他是凶手 你把证据拿出来 我们追上她的时候 发现她的后山 毁毁碎碎的 你在少林寺外头看见她 就说她是凶手 那你现在站在这里 我刚才丢了几十两 是不是你偷的 苗翠花 你解释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的人是你 捉贼也要捉赃 你早就认定是永春干的 所以不分青红皂白 就说她是凶手 我相信她是无辜的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相信颜姑娘 根本还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 颜永春是凶手 我相信她 我也相信 这女孩子 她双眼充满正气 样子光明磊落 我不相信她会是杀人凶手 师姐 你给我看到外表 就说她不是凶手 未免太武断了 你也是因为 她在少林大闹了一场 所以对她有成见 那你是不是也太武断了 知展师弟 你才是方丈 就请你说句话吧 师父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 我们不能咬定 谁是凶手 弟子愿意性命担保 这件事跟颜永春绝对无关 再加上我吧 当凭猜测 而没有半点真凭实据 实在不应该怪在 严施主头上 可是连续发生的事情 颜永春也不是没有嫌疑 师父 请您放心 我方世约向你保证 十天之内 一定把真凶找出来 否则的话 弟子愿意 跟永春一起领罪 好 世约 我就给你十天的时间 不过弟子还有个请求 说 接下来的这几天 我希望全心全意 调查这件事 所以禅方进修 这种无聊的功课 我看大可免了吧 好 师姐 颜永春就由你来照顾一下了 我彌陀佛 颜姑娘 颜姑娘 快来 快点快把她扶回去 小心啊 小心点 小小 颜姑娘伤得不轻 你快去采点万年草回来 是 师傅 不用了 不要麻烦大家 永春 你怎么说这种话呢 师傅啊 他一定能够把你治好的 是啊 你伤得不算重 一定很快就会好的 爱上了一个无情无义的男人 还狠心把我打成这样 我还活着干什么 死了算 你别吓我啊你 永春 世间上 还有很多的好男人呢 长颜道啊 天涯何处无蜂草 一定会找到一个好男人的 姐姐 我心里死了 心死了 你就嚷着要死了 楼椅上且偷生 你连一只蚂蚁也不如 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 难道就为了个男人 你不要忘了 你还有高堂在上 将来还有很多大事要做呢 其实 你是学武的材料 应该把心思 放在武功上 像我这样 多年的修为 已经在武学上便有成就了 嗯 还有啊 如果你就这么死了 那就沉冤大海还约莫白了 难道你甘心被这个杀人凶手的罪名 就死了 不错 别人还会说你啊 是为罪求死呢 你千万不能够死啊 还是等世语 把事情查清楚了 还你个清白 小师妹 快去抓药吧 嗯 你现在亲手打伤了咏春 你自己说 你这样对她 有没有良心 方夫人说得对 你是头牛 不会转弯的牛 铁石心肠 无情无义 往我们跟你听兄道弟 你对不起永春 就是对不起我们两兄弟 永春是个好姑娘 你这样对她 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我胡为钱 没你这种兄弟 说话 是我对不起永春 你们要打 要骂 我绝无认言 所有的事 都是因我而起 要不是我 永春不会到少林寺来 是我害了她 习官这么做 也是有她的苦中 苦 再苦也比不上永春苦 永春身上的伤不致死 可是心 已经死了一半 世语 我也不相信是她做的 你给我一次机会 一旦找到真凶 我一定向她附近请罪 那当然 我们办大事 你别想闲着 如果这么巧 真让你抓到了凶手 说不定永春还会原谅你 要不然 好了 我们现在怎么骂习官都没有用 最重要的是 十日之内抓到真凶 还永春姑娘一个清白 世语 你可有什么把握 什么头绪都没有 哪会有什么把握 那你答应师父的十日之旗呢 要是不答应 永春马上就被抓走了 永春马上就被抓走了 永春往十六 还是 Tre 现在知道她没事 我才舒服一点 匠大哥 你还是想着ヤン姑娘 还是关心她 在乎她 为什么不去跟她说清楚呢 我知道她不会原谅我 况且 我也不能照顾她一辈子 不能给她幸福 我不希望她为了我 浪费她的青春 爱一个人 真的那么痛苦吗 云姑娘 你别动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一条虫 没事了 谢谢你 别客气 说真的 你敢听我说新事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别这么说 我很喜欢听别人说新事的 对了 我来过的事 你别让永春知道 好吗 我明白 就当做我们的秘密 好不好 世语啊 想到谁是凶手了没有 想到了就不用在这摸下巴了 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连她是男是女 是高是矮 是胖是瘦 都不知道 只知道她是很恨少林寺的人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为什么一定要杀我们少林寺的人呢 一定是少林寺的仇人 这还用得着你说吗 三代师兄 你在少林寺待得最久 你知不知道少林寺有什么仇人 不过少林寺在满天下 有任何人在外与外人解怨 而连累少林都是有可能的 至于是什么人 什么原因 那就不知道了 难道是 谁啊 李小桓 不错 你杀了她丈夫 她爹李跋山的 也是在少林寺被你打死的 她要来报仇啊 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她的目标 是月 爹 我发誓 无论用什么方法 我都会替你跟老虎 抱着个邪海深仇的 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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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师姐 你怎么会快武当山来了 我要求见掌门师伯 掌门正在闭关 吩咐过不能打扰 李师姐请留步 小桓 你疯了吗 冯师 让开 我要进掌门 你们不要再挡着我了 你们不要再挡着我了 恭喜师兄 魂云铜从炼城 攻城出关 好 小桓 怎么你也在这儿啊 叩见掌门师伯 我爹在九连山被方士与打死 少林寺那群突驴 实在欺人太甚 求师伯 为小桓做主 少林寺有心袒护方士玉 老虎的仇暴力 现在还连累了我爹 小桓学艺不轻 打不过至善跟妩媚 师伯 你替我讨个公道吧 方士玉连李师兄也可以打败 他的武功一定很厉害吧 他们三番四次来捉弄我们 要不然我早把方士玉给杀了 都是因为至善 他仗着自己的势力来吓唬我们 还拖延时间定下比武之旗 其实就是布下陷阱来害我爹 什么武林大派自命正宗 其实什么都是假的 师伯 我不甘心 少林寺仗势欺人 难道真的不把我白眉放在眼里 我倒想看看少林寺有什么本事 但是师兄 五年之约就快要到了 你老人家分身不暇 五年之约 师伯 什么事啊 小桓 你放心 我会让冯师叔跟你去一趟 我 师伯 小桓 你爹是我们的同门师兄弟 至善不念 至善不念昔日兄弟之情 我们是不会不顾同门之义 你放心 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只是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没办法跟你下山 就让冯师叔跟你走一趟吧 好 那我就让少林寺见识见识我们武当的厉害 谢谢师叔 谢谢师母 师叔 怎么样 少林寺那班兔崽子还真给吓坏了 还如临大笔一样 派了很多弟子四处巡逻 今天晚上 我还真没有下手的机会呢 哈哈哈哈 师叔 如果少林寺那群兔驴有了防范 那杀方吃鱼不是更难的吗 不如早点杀了他吧 一下子就把他结束了 岂不是便宜他了吗 更何况 少林寺那帮兔驴目中无人 不把我们武当放在盐里 得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 是少林寺的人把李师兄害死 我要杀他们十条命 来给你爹的一条命 杀得越多越好 要把那些个徒驴 下得魂不附体 到时候 我们再逼他们把方式语交出来 他们还敢不同吗 可是这样 会让至善怀疑到我们身上的 哈哈哈哈 那几个臭和尚 整天敲钟念佛的 网成为武林大派 其实完全没有一点江湖经验 我看他们抓破了头皮 也想不出这件事是我做的 小环 你放心吧 你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来来 勇生来给他看看 小小我们做了几件衣服漂亮极了 颜姑娘 你看看喜不喜欢这个颜色 我想你穿起来一定很好看 真是想不到 小小我还以为你只会做饭呢 原来你的针线活也这么好啊 是不是啊永辰 你试试看 衣服我多的是 你要是喜欢你全都要吧 我不要了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她这两天总是怪怪的 叫她也不理不睬的 不知道是不是她身上的伤 让她心情不大好 还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惹她不高兴了 怎么会呢 不可能的呀 我去问问她 永辰 等等我 永辰 什么事啊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的 怎么样 你的伤没事了吧 没事 那你一定是还在生西官的气喽 这个人现在已经跟我毫无关系了 你以后不要再提起这个人的名字 妹妹 你不要再生气了 西官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 他是一板一眼的 以前的事都是误会而已嘛 误会 姐姐 你告诉我 西官是不是遗情理应 怎么会呢 谁说的 是我亲眼看到 晓晓跟西官在一起 西官跟晓晓 你一定是误会了 晓晓是跟世玉一对的 晓晓跟世玉 当然啦 世玉亲口跟我说的 这还会有假吗 晓晓啊 晓晓啊 她早晚都是我的小媳妇 那不亲眼看到的 难道是假的吗 你不相信啊 跟我来 周大叔啊 我们世玉跟晓晓 是不是经常出发入队的 是啊 当然是啊 胡大哥 胡大哥 你告诉他 你们你们看 至于见我们的救出 人对晓晓藤 太好了 西关这个人老老实实的像个木头一样 只有你才会喜欢他 他可是捡到了宝了 还想移情评练 相信我 颜姑娘 是你 这里风大你的伤还没好 还是早点进去休息吧 小小姑娘 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 你要老实地告诉我 什么事啊 你跟世玉是不是情投意合 你说什么 你愿意嫁给世玉吗 嫁给他 是啊 你跟世玉的感情不是很好吗 不是的颜姑娘 你误会了 我跟世玉只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对他并没有儿女私情 没有 真的没有 你对世玉 有没有那种牵肠挂肚的感觉 一想到他 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让他高兴 一见到他 就莫名其妙地 自己也开心了起来 总觉得跟他在一起 有种很舒服 很满足的感觉 算了 你根本就不喜欢世玉 原来林姐姐也在骗我 喜欢的感觉 日丝硬响 他 见到他 我真的心里就很高兴 难道 我真的喜欢上世玉了 不行 真的不行 可是 为什么我的心 老是扑通扑通的乱跳呢 我 真的对他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到底该怎么办 佛祖 请你告诉晓晓 晓晓到底该怎么办呢 那么 如果 真的是李小环干的 他的目标一定是我 就由我来做把他引出来 诗玉 你讲清楚了 我们在明他们在暗 很危险的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而且有你们保护我 只要能把凶手引出来 和我们多人之力 我想 还可以把他们打到头破血流 五脏六腑都扭成一团 那你打算怎么做 别说那么多 请喝两杯再说 不是酒 不是犯戒律吗 犯什么戒律 你也要喝 在少林寺公开喝酒 方世宇 你这回死定了 你干什么呀 尿快出来了 告诉我你别乱动的吧 要去哪里 喝酒当然要尿了 要真喝醉 尿更多 做戏做全套嘛 苏展苏绝 别去太远啊 哦 我 世宇 那凶手 会不会上当 他的目标如果真的是我 他就一定会来 来了就一定会上当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今晚 真的有酒分那也倒算了 喝完白开水还叫人别尿尿 真辛苦 住手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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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么多人 还是让他跑了 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起码 知道他是个男人 是个男的 师父 我们跟他正面交锋 不下数十招 弟子敢肯定 那凶徒是个男的 师父 那就是说 生日不会是永春 你们只是想替尹永春洗刷嫌疑 你们要怎么说都行 师父 我们都跟他交过少的 我们都可以作证 你们有心偏袒他 我不会相信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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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也可以作证 怎么样 他是你最信任的徒儿 也是少林寺从上到下 最正直 最不会撒谎的人 你连他也不信 你就别再信人了 三姐 你说 为师父 弟子遇袭之后 曾经和凶徒纠缠过 那人力大无穷 我还死命地抱着他不放 我敢肯定 他一定是个男的 晓晓 晓晓 师父 师父 什么事啊 我昨天晚上遇到那个凶手了 已经证实是个男的 起码可以减低永春的嫌疑 是吗 那就好了 干什么呀 你好像不高兴 我有好消息 马上就来告诉你 怎么会呢 我真的很替颜姑娘高兴的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你不舒服要吃药啊 再严重的话就要看大夫了 什么粗重的活也别干了 让我替你干吧 找不到我找花姐 找不到花姐找西官 师父 我知道 别啰啰嗦嗦的 我也不想啊 我关心你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对的 我现在万念俱灰 心如止水 我想再受陈世间事所折磨 晚辈愿随师太 潜心修行 请师太收我为徒 弟子愿随师太 效法为我 虽然让凶手跑掉 可是我们起码知道那个凶手是个男的 那就不会是李小桓了 会是谁呢 不过话说回来 永春姑娘的嫌疑倒是减少了 习官 我看你这次是真的错怪了颜姑娘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不是她做的 那又怎么样了 我知道她会怨我一辈子 她怨我 未必不是件好事 起码不会为了我而浪费青春 别硬撑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颜姑娘离开你 其实幸不幸福 只有这才知道 看你这阵子多苦闷 整个苦瓜都挂在脸上了 好了 别再烦我了 做兄弟是为你好 如果你喜欢她的话 那就要真心爱她一辈子 不然你会后悔的 后悔一生一世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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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凶手又来了 不是 是颜姑娘 颜姑娘 她怎么了 你也会担心她 颜姑娘跟晓晓 他们都要小把为你了 一入佛门 万元放下 林晓晓 您是否下定决心 弟子已经下定决心 等等 等等 师伯 晓晓她是说 决心不当尼姑了 你千万别搞错了 晓晓曾向佛祖许诺 愿长办佛前 虽未剃度 也早已经是佛门子弟 那 那 那只是你自己的许诺 佛祖发言你了吗 没有啊 是不是 师伯 不如这样吧 您先去问问佛祖吧 说不定佛祖他会说不用了 晓晓啊 他的年纪那么小 不要他出家做尼姑了 师父 弟子绝不后悔 愿受剃度 晓晓啊 晓晓 你才想想清楚啊 这个小朋友的脾气啊 我是最清楚的了 就好像是火药一样啊 说爆发就爆发了 第二天就会后悔了 绝不后悔 妹妹 不要这样啊 好 你们两人就在佛祖面前 上清香一柱 是 师父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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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 不要 不要 等等 哎呀 等一等啊 哎呀 他们到底跑哪里去了吗 再要不来 他们的老婆都没有了 等等 等等啊 哎呀 师父 师父 麻烦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啊 奉师叔之命 方式与红西关不得离开少林寺 哪个臭师叔说的 是我 梅花圣经 非你二人去的地方 回头是案 师叔 我们是非去不可啊 别说这么多了 通论 放肆 师叔 今天天王老子也阻止不了我 走 师父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好 连我都敢打 我 我 tied 我 你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信 是真的 红叔叔 说明年的今天才是好日子 姐姐 你走吧 好妹子 我求求你 你想清楚吗 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是不是 你不要为了红西官这么做 那是不值得的 天下天男人这么多 是不是 一 是顿入空门 二 是自行了断 你要我选哪样 要来的都已经来了 晓晓 你走吧 好 你给我一块走 你不要逼我了 我求求你 你不要再逼我了 为什么 林晓晓 颜永川 你二人沉缘未了 我未经许了 你为了还 ask你 我说我不信 你不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我死在你面前,可以消你的气 我马上死跟你开 我不想勉强 我们分手吧 不想勉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